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6月8号,欢迎观看鱼耳看美国的节目 通过这样一个节目,我主要分享长期能跑用标普指数的一些操作策略 时间已经来到6月,也是第二个季度的最后一个月 通常是我对账户进行一些数据的收集整理 以及对下一个季度投资计划的一个展望的一个月份 在之后的几期视频,我会做出一些相应的展示 现在屏幕上展示的是我一个ChargeSwap的账户 它是以全ETF为调资标的一个账户 关于这个账户的配置呢,我有一个专门的视频来讲解 它主要分两个仓位,一部分是股票类的仓位 另外也是一种对冲的仓位 我把视频的连接放在视频说明区 感兴趣的话可以去观看 如何寻找下一个投资标的,是一个永航的话题 记得2005年,我刚开始学习美股投资的时候 对市场一无所知 那时的信息量也比较少 我的英文水平也不够高 所以对市场的理解比较困难 也是到处学识投意 费了很大的周折,烫了很多的雷和很多坑 现在信息很发达,尤其是YouTube的影响 很多人去追随一些油管的大V 也追随着一些网红股 最有名的就是疫情期间 有一个女YouTuber推出的PTON 就是Peloton 鼎盛期间这只股票涨到超过100块 然后现在再变成了毛票 还有其他的油管为了赚流量 推出的所谓U U就是给游戏做引擎的 这只公司实际上表现得非常糟糕 这几年我通过自己的研究 和不断的去实测 推出了自己的一个心得 也就是通过比较这个股票的年化收益率 和SPY标普指数 作为一个市场的一个基准 通过这个比率来排名 这种方法在这个视频里进行了演示 感兴趣的话 我会把这个视频连接放在说明区里边 那么今天的内容是介绍另外一种方法 也就是用Fundamental 基本面去寻行选股 在我应用的券商平台 CharsWab中文叫做加信理财的这个平台 它有一个stock screener的一个功能 它有一些预设的一些选股条件 比如说这个叫growth at reasonable price 就是一些成长股 它的价格比较合理 还有这个叫dividend growth等等 但是你可以通过预设一些条件 来去进行自己的搜索 现在页面展示的是一个通过基本面进行选股 这些基本面的条件不是我提出来的 而是这个CharsWab的一些投资专家 他们应用的一些条件 现在结果是出现了17只股票 我们可以一起看一下这些条件是什么样的 然后对这些选股的这个达到的目的 是你有自己有一个感知 第一条叫universe domain 就是说它选择的都是美股 domestic 就意味着是美国本土的股票 index 这些股票呢 必须在道指标普500大盘股里边 标普400中盘股和标普600小盘股指数 甚至是RUSH2000的这个小盘股指数里边 下一个是它的average volume 也就是10天之内的它的成交量是要大于250k 这样保证这只股票有足够的流通量 保证你的beatask的它的gap会小一些 下一条是revenue growth rate last three years 这是它的年收入的增长率 要大于15% 它这个里边 它的平台有条件是三年 也许你在其他的平台会得到不一样的结果 比如说只有五年的选择 但是anyway你可以去 这是它的平台选择 下一个条件是EPS growth history last three years 过去的earning per share的它的成长历史是大于15% 下一个条件是 estimate earning per share growth next year 下一年的earning per share它的成长率是大于15% 下一个条件是 estimate earning per share growth current year 就当前的这一年它的EPS也是要大于15%的成长率 最后一个条件是earning surprise 就是每次激报的时候 激报之前会有一些平行机构得出的一些它的预估的这个结果 然后这个一旦这个激报出来的时候会有一些surprise 它要保证这些surprise都是正的 所以通过这样一些选股条件来选出了17只股票 这17只股票的展示结果你可以通过不同的条件来把它排名 比如说你如果想知道这个每只股票在哪一个指数里边 你可以点这个index 然后你看到这个index之后 然后你对它有一个最基本的印象 比如它属于是标普的大盘股 还是属于这个RUSH2000的小盘股 那么你如果觉得小盘股风险大的话 你可以不一定去做这个小盘股 如果你对下一年的这个EPS增长率有感兴趣呢 你可以也把它排名 那么这个排名第一的是SMCI 这个大家都知道这是现在比较火的超微电脑 第二名是这个英伟达 第三名是CELH 这是一家能量颜料 我的股票仓位里边有它 之前给大家提到 我是用年化收益率来进行选股的 其实你不管用什么方式来进行选股 最终都会落到这个股价的表现 所以年化收益率是一个本 但是可以通过这个基本面表现超强的一些股票 来交叉验证一下 它对我的这个用股价 也就是说年化收益率排名的一个方法 的一个交叉验证 比如说在这里边 这个榜单里边有这个SMCI 这是我大盘股的一个选择 英伟达也是 CELH是中盘股的我的那个表现里边一个股票 还有CMG也是我大盘股的 另外 Master Car也是 在我的实际操作过程中呢 对这样一个17个股票 也不是每只股票都准备要投的 它主要考虑其他因素 比如说一个因素就是它的股价 我不喜欢股价超过200块钱以上的 这可能是跟我的投资策略关 因为我每次投资是准备投一万块钱 然后每上升20%去卖掉这些利润 如果你股价太高 我就不太可能去精确计算到 能卖几股 第二个因素也就是说 现在所处的时间位置 比如说有些股票已经涨得很高了 就不可能现在的时间节点去买入 实际上呢 我有三只股票一直在本周准备去做备选 找一只股票进入 他们就是CDNS 还有SNPS 这两只股票呢 都是跟那个Semiconductor关的 它是专门做这个半导体电路设计的两家公司 我的理解CDNS比CNPS更强一点 还有一家公司叫CHDN 叫Church Hill Down 这是一家位于肯塔基州的 主要业务市经营赛马活动的一家公司 大家在电视里边看到 美国的赛马赛事 就是在这个场地里进行的 因为我曾经在肯塔基工作过一年半 我特意跑到这个散发场去见识过 非常有意义的一个传统赛事 它也是一个非常稳健的一个场线的一个好公司 这三家公司在上一周就处于回调的过程中 本周准备来盯着选一只去入场了 但是工作忙起来已经错过了几天 已经有些心不甘 所以在周五 Friday Off的实际上买了另外一家公司 这就是ASON 这家公司主营业务是做警用设备 它也是一只非常高成长的一只股票 如果你看它的基线在过去十年内 它是一个高速的成长期 如果看日线的话 它在上个季度激报的时候有一个跳空 到这个激报之后一路下跌 基本上把这个GAP UP去给弥补了 另外它的日线已经也走到120点附近 看起来貌似有一个小圆弧底的形成 所以我在这个位置介入 希望是短期的一个比较低的一个低点 最后说一下 在之前这个基本面选股的方法 虽然是在我的XSWAP平台上实现的 但是你可以在一个免费的平台 叫做Financial Visualization也可以实现 但它主页里边有个Screener的功能 点击它之后 它也同样有基本面技术面 不同的选股方法 你甚至可以寻找那些50日上市上传什么100日 这样的一些选股方法 在这里边就不演示了 你可以把之前的选股条件截屏一下 可以对照在这个界面里边去进行一下选股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喜欢请别忘了点赞订阅并转发 Stay Tone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